河滨县近期出现圣诞怪节 12月1日凌晨4点30分左右 墨瑞诺古市KOVR街道居民法尔肯的监控画面显示 一名男子走进他家 然后离开 几分钟后 男子回来从他家前的草坪上拿了节日充气玩具 然后淡定地走开了 他隔壁邻居的监控画面显示 两名嫌犯手上装满了偷来的装饰品 监控画面同时拍到嫌犯从房屋中偷走昂贵的大型圣诞装饰品 包括法尔肯家一只独特的驯鹿和一个圣诞老人 另一位同样受害的邻居阿什利·维福购买的一个巨大的LED充气圣诞老人和驯鹿被窃贼偷走 受害者表示 他们一直在监视转售网站 看看嫌犯是否会试图出售被盗的装饰品